现在要吃馒头 揉馒头的手法和教程呢 愿意就打在视频的下方 透选 录一个馒头视频 光溜面从下 然后压一下 然后随时用两个手指往里勾 然后大拇指往里扣 压 然后再转个儿 再扣 再压 再这样勾过来 大拇指再往里压 就这样压 再压 勾过来再压 看它的形状 两个手指弯曲 就像里边有个硬物 你不能扁 一扁的话 它馒头就扁了 后边手指是微翘 翘起来的 后边不要压到 压到的馒头是尖的 然后不圆了 然后大拇指 看看大拇指的位置 大拇指是这样 就这样 是直的 和你的手指都是直的 和你的手指都是直的 就这样反反复复 用大拇指 其实是用这个手肚子去压 手肚子去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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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同时大拇指往里扣 扣 扣 看直的 微过来 然后到最后的时候 修一修底 看手形 手形 后边微翘 两个手指弓起 然后现在大拇指修形 修形 你大拇指往里 修形的时候 就不要再往里扣了 只是轻轻的辅助 轻轻的辅助 轻轻的按压一下底部就可以了 哎 这就完事了 红心收藏吧 老铁们 我来到我 老铁之 我来到我 我来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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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到